未来世界因为环境问题再加核污染,导致地球氧含量急剧下降,从原先的27%降到了5%。 在这种情况下,人类的生存遭到了极大的考验,随着时间的推移,空气中的氧含量变为了零。 大批人类因为缺氧而亡,只有少数一部分人依靠建造氧气的地堡存活了下来。 而我们的男主一家便是其中之一,男人老黑是一位生态工程师,他早在一年前便发现地球存在的氧气问题。 所以为了让家人活命,他建造了一个专门用来避难的地堡,供一家人在里面生活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外面已然成为了一幅末日景象,本以为生活会这样持续下去。 直到这天,老黑在调试机器时发现一个问题,地堡里的机器质养能力开始下降,按照机器的推算,未来的质养机只够两个人使用。 在这种情况下,老黑决定牺牲自己,他以出门寻找物资为理由,离开了地堡。 在离开前,老黑告诉其女,在末日环境下,不能相信任何幸存者,一切要以自己活命为主。 说吧,老黑依依不舍地离开家门,而老黑这一走便再也没有回来。 女儿玛丽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,她还在祈祷父亲能够回来,并每天利用无线电广播呼叫父亲,以这种方式跟她说说话。 只是玛丽并不知道,正是她的这个行为,为接下来遇到的危险埋下了伏笔。 父亲久去不归,地堡物资变得匮乏,母亲大美不得不佩戴氧气面罩,带女儿出门寻找物资。 两人的氧气罐只够维持他们在外面待40分钟,所以他们必须速战速决。 玛丽生性贪玩,每次都得大美招呼她,玛丽才肯恋恋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安全屋。 玛丽是老黑的小迷妹,因此她跟在老黑身后学到了众多专业性知识,用来维护地堡的正常运行。 在此期间,大美还在尝试性地种植植物用来产生氧气,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他们在地堡里虽然遇不到危险,但也非常地无聊。 玛丽始终想要外出探险,大美对她进行处处阻拦,哪怕是出门,大美也要时刻看重玛丽。 这天,两人外出归来,却意外发现家门口多了两个人,大美她们瞬间警惕起来,躲在废车后面查看情况。 这时,大美身上的氧气罐发出了嘀嘀声,氧气含量还剩下20%,她们吓得急忙躲藏起来。 远处的女人听到声音,寻声找了过来,玛丽和大美虽然躲到别处,可钉上的脚印还是出卖了她们。 女人爱丽丝举枪四处查看,就在这时,她的男同伴突然大喊,男同伴从地堡上方发现了排气管, 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地堡,爱丽丝被男同伴声音所吸引。 大美两人抓住机会,撞到爱丽丝,拾起地上的枪,赶在爱丽丝追来前,逃回地堡中,并将大门封锁。 爱丽丝站在门口,对着门口的监控,向玛丽她们喊话,自己不是坏人,她是来寻求帮助的。 爱丽丝自曝身份,宣称她们来自100公里外的幸存者基地,那里的氧气系统坏了,特意来找老黑求助。 爱丽丝自称是老黑以前的同事,玛丽并不认识对方。 爱丽丝继续述说,试图获得大美的信任,见对方迟迟不肯开门,爱丽丝使出了杀手键,说出了老黑和玛丽的全名。 爱丽丝想要以此证明自己的身份,最终在爱丽丝动之以情小之以理的述说下,大美开始相信对方,只不过为了稳妥起见,大美让爱丽丝她们把枪放在门口,然后自己跪在远处。 爱丽丝带着男同伴大壮乖乖照做,大美确定没问题后,打开大门把枪收起来,接着大美举枪,逐步靠近两人。 大美让爱丽丝先把大壮捆绑起来,接着控制爱丽丝往回走,准备跟她聊聊。 没曾想,两人刚走到门口,一旁冲出来一个男人。 男人飞扑进地堡,却被玛丽两人当场控制住,并关闭了大门。 发生这种事,大美对爱丽丝的信任已经彻底归零。 爱丽丝表示,里面的男人是负责放哨的,但不管爱丽丝如何述说,大美都不再做出回应。 爱丽丝见此情况也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 为了救避难所里的人,爱丽丝和大壮决定采取非常手段。 大壮拿出电钻,开始不断地钻门。 玛丽看到这一幕,随即跑回屋里,将电磁脉冲拿出来。 成功将大壮手上的电锯毁掉。 爱丽丝气急败坏,不过他们没有放弃。 只见爱丽丝爬到楼顶,找到地宝的排气管将其堵住,逼着大美他们出来。 随着排气管被堵,二氧化碳无法正常排出,地宝里的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上升。 系统显示,预计五分钟后,地宝里的氧气将会耗尽。 大美跟玛丽积极寻找解决方案。 大美离开地宝,顺着车库爬到楼顶,与爱丽丝开枪互射。 将爱丽丝压制住后,大美将排气管重新开启,从而保证地宝里的氧气恢复正常。 爱丽丝朝大美开枪射击,掩护大壮跑到地宝楼梯前。 最后爱丽丝主动现身扔掉手中枪,吸引大美的注意力。 从而掩护大壮爬上楼梯,从背后偷袭大美。 大美拼命反抗,大壮一时没能将其制服。 飞机关头,爱丽丝及时赶到,一枪拖砸晕了大美。 另一边被捆绑在地宝里的男同伴杰克,也找机会挣脱束缚,一把抱住玛丽。 玛丽凭借惊人的战斗力,勉强摆脱杰克。 然而对方却在这时捡起了地上的喷子,用黑幽幽的枪口控制住玛丽。 杰克将玛丽捆绑起来,跑到门口试图把门打开。 然而刚才玛丽跟杰克在打斗时破坏了地宝系统,此时地宝里的氧气浓度非常的稀薄。 杰克还没等打开门就晕死了过去。 随着杰克昏倒,玛丽的情况也不乐观。 在这种情况下,门口的爱丽丝几人只能寻找其他的开门方式。 这座地宝大门总共有两道门所控制,分别是密码和门禁,两者屈一不可。 大美知道密码,可没有拿门禁。 大美了解到地宝情况,为了救女儿,也顾不上爱丽丝是好人还是坏人,立马带着爱丽丝开车前往一处垃圾场。 在一处墙壁下,找到了一具早已被封化的尸体。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老黑。 大美来不及悲伤,从老黑身上拿到门禁卡。 没想到,就在这个关键时刻,大美驾驶的汽车竟突然停电熄火。 大美的氧气也即将耗尽,她知道自己回不去了,便将门禁卡交到了爱丽丝手中,拜托她回去救女儿。 其实刚才来的这一路上,大美感觉到爱丽丝并没有恶意,她是真的来求助的。 爱丽丝尊重大美的选择,她拿起门禁卡便往地宝跑去。 经过一路的奔跑,爱丽丝总算是回到了地宝前。 打开大门的同时,将地宝系统维修好,让地宝里恢复氧气。 玛丽看到爱丽丝询问母亲在哪儿。 其实这个时候的爱丽丝想要回去救人,却遭到了大壮的阻拦,两人为此发生争吵。 没想到,大壮直接把枪控制爱丽丝,让她拆除地宝的制氧系统,带回避难所使用。 迫于枪口的威胁,爱丽丝只能照做。 她打开制氧气,发现这个机器已经非常破旧,只够两个人勉强使用。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里,玛丽也知晓,父亲之所以离开,是因为她发现这个问题后,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妻女。 大壮听到这里,让爱丽丝想办法复制制氧机,可惜爱丽丝的能力无法达到。 大壮顿时暴怒,这一周以来,她耗费大量食物以及水源,将爱丽丝带过来就是为了复制氧气机。 结果爱丽丝却做不到,大壮一气之下开枪打死爱丽丝。 可能有的小伙伴又问了,大壮他们是怎么知道老黑地宝的? 答案是他们收听到了玛丽的无线电广播,这才一路找了过来。 眼看这种情况,大壮不准备离开了,她要将地宝据为己有。 玛丽则被留下,专门负责修理地宝设备。 因为景光是维护制氧气,就需要两个人操作。 另一边,大美躺在车里静静等待死亡,没曾想,氧气耗尽的她并没有死去。 这时,她看到不远处有一颗绿色植物,有植物代表这里有氧气。 大美摘下氧气面罩,果然空气中有了氧气。 虽然周围的氧气非常稀薄,但是勉强够用。 事情发展到这里,大美意识到,地球的环境正在慢慢改善。 于是,大美重新整理装备,将氧气罐充满返回地宝。 这里简单提一嘴,只有有绿色植物的地方才有微薄的氧气。 所以像其他地区,还是没有氧气。 而此刻,地宝里的电池系统出现故障,整个基地陷入黑暗。 大壮不得不放开玛丽,让她出去维修。 出于谨慎,她只给了玛丽10分钟的氧气。 而玛丽在修好电池后,一抬头看到了母亲,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。 大美让玛丽回到地宝,骗大壮打开门。 然而,大壮却一反常态,竟然没有选择开门。 眼看这种情况,大美跟玛丽互换了氧气面罩。 玛丽假装晕倒在地上,将大壮引了出来。 结果下一秒,大美从一旁杀出,开枪射中大壮,并打爆了她的氧气罐。 大美和玛丽借此机会逃回了地宝里,想留下大壮一人在外面垂死挣扎。 没曾想,大壮却强撑身体,在大门关闭的最后一秒钟冲了进来。 紧接着,三人陷入了一片混战中。 最后还是大壮捡起散弹枪,控制了局面。 不过此时地宝里的氧气正在快速下降,大美跟玛丽着机会躲进隔间,并把制氧设备的氢含量提高。 大壮在追逐两人的过程中,沟通扳机开了一枪,结果当场引爆了地宝里的氢气。 大壮被炸死,而地宝里的制氧系统也被全部破坏。 好在大美和玛丽藏在隔间里并没有大碍。 影片最后,母女俩不得不离开地宝寻找新的家园。 不过随着地球环境越来越好,相信过不了多久,地球将会重新回到原先的生存环境。 而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《天明呼吸》一部最新上映的科幻惊悚片。 小成本制作,由米拉·乔沃维奇显岭主演,讲述了地球在末日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。 演员的演技在线,但剧本有些瑕疵,很多地方解释不通,不能够深究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让我们下个电影再见咯。